酒醒之后的元智 带着手下干部来到凤仙 正是向凤仙下达挑战书 他惊讶地在人群里 看到明海大我笑了笑 说下时间与地点之后 便转身离开 可这时候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回头走向明海大我 到了面前 他亲手给明海点上一根烟 算是还了那日明海 为他点烟的人情 的确是个讲究人 回到学校 元智用校园广播 向整个校园里的所有学生 传达了他与凤仙开战的决议 他希望听到这则广播的人 能够前去助他一臂之力 可是到了第二天 他们召集的人数只有四十人 让前来的海老总三人组都嘲笑 他们可不想做无用的炮灰 想一起打过招呼后嚣张离去 元智看着这些人宣布了解散 木赖中泰等人都不甘心 但被元智打退 场中只有一琦还是个明白人 他所了解的龙骨元智 绝不是个临阵脱逃的家伙 他料定 元智是不想让众人受伤 孤身一人去了奉仙 决战之日终于到来 元智一个人站在奉仙操场上 面对数以百计的敌人毫无畏惧 颇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曲魄 他义无反顾地冲向敌群 被众人团团围住 龙也对明海说道 如果只是只身一人前来 估计是想用单挑的方式解决吧 明海则不以为然 他早已拭目以待 战火如火如荼 白色军团突然停手 回头再看 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影已经到来 以秦泽为首的黑色大军缓缓压境 人位置面前 已是气势磅礴 这份无声的默契 深深打动了远智 再与奉仙众人战斗 他战意废逃 这才是林兰真正的实力 曾经斗得死去活来的GPS 秦泽两大军团联手 向奉仙覆地进发 他们闯过一层又一层楼梯 意在楼顶与明海决战 这时候 人被包围的木赖 正好碰到了明海大我 明海挥走众人 他要亲自招待这个好对手 他与木赖互搏一番 消耗了不少体力 最终将木赖干翻 而楼层中的林兰众人 由秦泽 永次 一齐等大将掩护 带着远智一层层地向上爬 到了地场守护的这层楼梯 一齐主动留下来殿后 让秦泽和远智二人继续上去 才倒数第二次 秦泽碰到了属于他的对手 七元灵 这家务是个疯子 打架总是下手太重 秦泽让远智上去天台 这个家伙由他解决 上去之前 远智留下了一句话 天台上 明海恭候远智多时了 安安当即展开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 每层楼梯里 干部之间的战斗 也都分出了胜负 林兰一方大获全胜 再倒数第二次 秦泽面对七元灵 只是不断挨打 并没有还手 即使是这样 也把打人一方的七元灵 累得够呛 等到秦泽真正出手 七元灵完全扛不住他的重击 被干翻在地 另一边的远智和明海 战斗一时接近了尾声 连都被造成了熊猫眼 明海的白色背心 已经被血迹染得血红 拼进最后一丝气力 远智终将明海打倒 成为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者 一段时间后 秦泽等人也都迎来了毕业 在校园的最后一天 所有人都来到神社 观看远智和林田慧的 最后一场战斗 这一次 秦泽这个穷鬼 在圆智身上 压下了所有赌注 いいじゃねえかよ 烏子で カゴに入れられてよ 飛ぶことも忘れちまう 可哀想な鳥に比べりゃ ずっといいじゃねえか 江戸 雨